小心翼翼的端着沙拉油 再轻轻加一匙到锅子里 分量稍微少了一点再加一匙 小朋友在新竹市教育处长 谢传虫的带领下 一步一步的在锅子里 加入切碎的青葱 切丁的番茄 最后再倒入蛋汁 香喷喷的番茄炒蛋料理 逐渐在锅子里成型 所以其实每个班 它都会有一区就是种植区 那有的班他们就会讨论过后 决定要种食物 所以就是透过种植 然后收成 那收成了之后 会再跟孩子讨论说 那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料理 所以像今天是番茄炒蛋 那之前有其他班级 就有做过那个 用他们种出来的蔬菜煮火锅 然后煮萝卜汤 还有就是晒成萝卜干 做成那个就是煎蛋 那目前的话 楼下还有九层葱之类的东西 对 不论是青葱或是番茄 都是许多小朋友 不喜欢的桌上菜肴 但番茄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 幼儿园希望透过食农教育 让孩子重新认识番茄 爱上番茄 谁不敢吃蔥的 为什么 这个葱是不是你们自己种的 是不是你今天早上帮忙吃 在哪个地方 学校在哪个地方种的 我们在外面有种的葱对不对 自己来帮忙自己来煮菜 来帮忙妈妈做家事 做完吃完饭了以后还要帮忙做什么 洗碗知道吗 好 我们要帮忙洗碗 你没有帮忙洗碗吗 我洗碗 真的哦 你好棒哦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食育的教育 让孩子呢 从小可以了解这植物生长的过程 同时呢 也注重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 知道要均衡的饮食 要注重我们在饮食上面的健康 希望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都可以指导他们 怎么样的小心我们这些火烛啦 怎么样避免被烫伤啦 在这种的安全的状况之下 来指导孩子怎么来协助父母亲 来挑菜 捡菜 然后洗菜 然后来做菜 然后完成一个丰富的晚餐跟午餐 然后让我们的家庭都非常的幸福 新竹市推动食农教育 从基层开始 现在有许多学校都相继推动食农教育 像是阳台上种植水跟蔬菜 从种植到烹调 都让孩子亲身参与 实际的学习课程 要让小朋友学习珍惜资源 也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凯破新竹林彦斌李介荣采访报道